如果我們過幾年以後 甚至幾十年以後 回過頭來看這件事情 沒有人會記得過去兩天 布林肯跟中方官員談了些什麼 只有那兩張照片的對比 大家會記得很清楚 就是習近平坐在桌子的中間 旁邊中美的官員對著 好像是在向習近平報告工作 聽取習近平的指示 這樣一個董事會開會的架勢 習近平是董事長坐在前面發布命令 旁邊是執行命令的這些官員 那麼相對來說跟蓬佩奧也好 實際上你如果看過去50年 美國國務卿跟中國最高領導人的 所有的外交的見面活動 包括跟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 所有的外交活動 一直到在之前蓬佩奧見習近平 都是兩個人平齒平坐的在沙發兩邊的對談的結果 因此說這一次習近平刻意的安排他這樣的一個會見布林肯的這樣一種佈局 是完全違背外交慣例 不符合國際關係的一個基本禮儀的 那完全有一種想大外宣的一種表示中國戰士來了 表示中國國家皇帝現在是已經正式繼位了 我就是高你一等了 你就是萬邦來朝的這樣一種概念 那這種概念也許在中國人面前可以讓習近平得分 可是看在美國人眼裡 特別是看在國會的鷹派共和黨眼裡 肯定是心裡很不舒服的 所以有很多人已經在美國批評布林肯對於習近平過於軟弱 所以這個做法的結果就像張倫教授剛才提的 對中國實際上是得不償失的 他們也許贏了面子 但是實際上失了理智 這對於他如果真心想改善美中關係的話 實際上是沒有好處 只有壞處